接著來看一個小小的影片 影片裡面也跟你講土石流的發生的情況 發生區堆積區的流州區 然後影片裡面有一些他都產生的災害 講一些事情 讓你那個可愛的石頭博士來告訴你 要為什麼會發生土石流呢 形成土石流是基本條件 包括上流堆積的土石材料 是有供應公佈 要會有旅遊 以及公佈的水谷條件 要有水 抑制條件不穩定的山坡裏 經由風華風潔塵大大小小的指揮 米沙 土壤 或是由於山崩 硬華 魚落石 而在河谷或波浪下堆積了大量的碎形 這些公佈的土石材料 因胃蟲傾斜的山路斜坡上 將它暴雨所帶來衝突的雨量 流水生氣不良 於是 是 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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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 遇到地面的震动 同时当这些土砂石块流动通过时 还会将膝床中取入大小石块 或使大型障碍一起冲下 而在流出谷口时 这些大量的土砂石块可吞噬构造物 冲走车辆面来道路 防射偏远等 最后当这些土砂石块停止后 则形成大半个的冲击山堆积在谷口 是啊 不使用这种运动模式 对于刮生区、流动区 与追击区内的各种设施 人民失负财产及失败环境 作为成全直接破坏和伤害 好,这就是土石油的影片 跟各位介绍一下 然后呢 为什么会有土石油呢? 基本上 台湾就是一个容易发生土石油的地方 高温、炎热、潮湿、风化作用强烈 很多的渣渣嘛 很多的东西 还下很大的雨水嘛 就容易有土石油 不过比较奇怪的事情是 其实我小时候 没有听过什么土石油这件事情 不小时候没有 好像从贺博之后嘛 我记忆都是贺博之后 从贺博之后 造成严重的土石油灾害之后 土石油就变成台湾挥不去的梦魇 只要台湾一来 就要警告你 小心会有土石油 其实天然条件上 台湾就是一个容易发生土石油的地方 因为风化作用强烈 我们山高水级 我们下雨下得多 下雨下得多 然后呢 再就是不让开发 不让开发 比如说 我们刚才有人提到过的就是 那个槟榔 满山天野树全部砍光种槟榔 槟榔是浅根植物根本抓不住土 所以就很容易土石就会流失掉 造成形成土石油 还有种什么高冷蔬菜啊 山上树砍掉种高冷蔬菜 那蔬菜分有多大 没有多少 抓不住土嘛 抓不住土 所以有人是很反对去 种高冷蔬菜或吃高冷蔬菜 觉得是个破坏生态环境的东西 可是有人就爱吃啊 觉得山上的高清菜吃下也太甜 OK 所以就是还有什么砍掉的 就是拖墙之类 这些都是加强了人为开发的不当 这些是加强了 造成了土石油更容易发生 还有一个就是921 我们大家会觉得921之后 我们台湾就更容易发生土石油了 为什么 因为摇一摇都摇冲了 摇一摇都摇冲掉 所以更容易会帮我吧 反正跟你讲过 我的记忆都能赫薄了 还是有更早 之前我记得前面还有一个台风研究 还有一个台风也造成土石油 现在想不想赫薄 至少从赫薄之后 我们的已经变成台湾一个恢不去的梦魇 你知道小夕要注意 整个东西要弄 小林村灭村 当然这后来现在也没人在追究了 因为说法上是有人说 其实之前警告过 他们就不走啊 没有人处理啊 虽然告诉你说 可能有时没有人爽 最后就摸足了 就下来 难说了 好 那怎么办 就是有所谓的生态工法 什么之类的 就是 我们以前都喜欢就是盖一个堤防啊 涂上水泥啊 有风险 那现在就希望有人想要做生态工法啊 就是有一些卵石啊 蛇笼啊 让它有一些空隙啊 缝缝啊 可以长草啊 各样子 然后鱼儿可以什么之类的 好像感觉比较跟制造环境 会比较融合啊 生态工法 政府呢有在推 然后有写了一些东西 那表达成效很良好 但是也有人咬过说 因为生态工法真的比较不坚固 真的比较不坚固 所以你可能今年做完了 然后下锅大雨水一冲 它怎么毁掉 你一定要再来一次 所以也许要看看场合地方 有地方可能真的不太吃 就是必须要用个钢筋水 你狗的很丑的东西在上面 然后因为它会比较坚固 比较不容易被毁掉 所以它这个做法就是想防治 做合集 生态工法 然后保护核案 同时也美观 然后符合生态 然后尽可能要避胎 但是这也很困难 像刚刚讲的小林村灭村 那你要他搬家吗 他要搬吗 他要搬吗 那你不想搬 布林市这边就是会 对啊 怎么办 所以说是这样说 但是那就知道怎么办 就是所谓疫情设施嘛 所以我们这样都会被做的 告诉你警告明啊 黄色警戒啊 红色警戒啊 要组织了啊 到时候你就不要叫他死守家园啊 死都不走啊 该走就走啊 该走就走 OK 就是说一些预警啊 疏散 这些东西 能避就避 能躲就躲 那真的不行 你就想办法做一些事情 OK 好 再来就是这里 这已经写了好几遍了 这已经写了好几遍了 做好森林保育 做好海水系统 做好水土保石 好 你把这些事情都做好了 就会防止好多的灾害 你可以防旱灾啊 你也可以防水灾啊 你可以防山崩啊 你可以防土石流啊 所以如果你把这些事都做好了 你的天然灾害的发生的机会 所以就会减少 或者造成的伤害就会减少 所以它不是一个拿来考试用的东西 是你在生活上 必须真的去做的事情 简单要去做的事情 然后你如果不做 就是最后害得害死自己就对了 你如果不做最后害死 害到你自己 所以就是做好森林保育 做好排水系统 做好排水土保石 可以幫我们减少许多可能产生的 天然灾害 这又是告诉各位有关于土石流防治的部分 很简单很容易 OK吗 OK